小弟你到底给皮皮赚了多少钱 也不多吧 没事就帮他洗衣裳衣服 还不多 换一皮皮靠你帮他赚的钱都收了一百多个小弟了 这噩梦牢龙是不能再待下去了 那姐姐你想越狱 好耶我最喜欢玩越狱游戏了 既然小老弟你这么喜欢玩越狱 那么最高难度的探查任务就交给你了 快去吧 姐姐这么大我怎么探查过来 第一姐姐出来嫁到对这里不太了解 第二你自己挖的坑吃里甜 去就去就会欺负我 监狱那么大我那么小 要怎么找啊 咦他们旁边的守卫难道他们今天放假 那真的太好了 溜了溜了 啊怎么还有蜜蜂通通别着我 想愿意小的们抓住他 总算把那些蜜蜂甩开了 小弟你不是去探查了吗 怎么弄得自己满头包啊 都怪噩梦拉龙的设计者 竟然在开发里藏蜜蜂 就知道你不靠谱 还好姐姐打探到洗衣服的小姐姐有办法越狱 快跟姐姐来吧 小姐姐听说你有越狱的方法能不能教教我呢 只要帮我把衣服洗了就告诉你 小弟还嫩着干嘛快过来帮忙啊 给我一个免费苦力 衣服洗好了 放在我旁边的箱子 放好你就可以从洗衣机后面的蜜蜂离开监狱了 原来洗衣机后面有蜜蜂 姐姐我先去看看 想不到这么快就被发现 快溜快溜 小弟我们被发现了 对面就是钻石大陆宽流 哎哟怎么还有空气方块 姐姐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不好 怎么又有着你们两个给我举举手 我们投降 你们两个就在里面好好待着 真巧想不到你们也进来了 快评评你怎么也在这 姐姐别和他啰嗦 现在他没有小弟保护 正好可以报仇 没小弟我也可以揍你 谢谢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